在2021年11月9号发生了幽灵安养院失火案 华林县长造政策整合的问题浮出台面 并衍生出住宿室机构供需失衡 为了解决长照重大缺失 华林县议会议在13号下午召开筹组成立长照二级单位 专案会议邀及县府各局处首长 也拟出长照服务的规划还有整合 在各种层次的需求上都能及时接轨获得服务 从国府幽灵安养院失火的问题 发现被长照资源漏接的失智症状和长者 探讨长照资源整合部件 欢迎现役会13号下午召开筹组成立长照二级单位 专案会议召集人员化并且邀请社会处 卫生局首长以及客长而引领议题内容 并且规划设置二级单位的功能性 我们其实在花莲发生了一个国府社区有一个幽灵安养院的事件 在那次临时会我就提出来 希望我们长照的业务能够有一个成为二级单位的可能性 然后也提出这个建议跟县政府做意见交换 那所以也很高兴的是花莲县政府有采纳这个建议 可以开始逐步的然后来往这个方向来往前推进 那因此今天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往在花莲设立长照二级单位的这个目标前进 那目前现阶段就是先让长照的业务整病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是花莲的所有的长照业务 它其实分散在两个局处 一个是卫生局一个是社会处 那其实一般民众很难分辨说 到底我家的长辈如果突然间失能了失智了 那我要去哪里找资源 那所以如果然后他们之间的分工 其实也很多的细节 那其实2016年中央其实做了一个研议 就是希望能够未来各县市的长照单位 长照机构长照业务能够整合 那所以这一次我们也藉由县政府已经开始动作的 然后的方向 然后往前再走一步 那其实整个长照业务看起来是多头马车并进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专案会议 理解卫生局跟社会处 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真正的提供更好的服务给花莲线的民众 就算三年多 其实我们搜集了非常多民众使用长照的一些问题 包含富康巴士不好叫 或者长照计程车 或者送餐 或者说我现在临时有事情了 到底有没有居家服务的人 可以来我家照顾我的长辈 那这些零零总总的问题 其实民众他是很惶恐的 那我们希望能够单一窗口 能够提供服务 那全台湾有14个县市 全台湾有14个县市 已经将长照的业务整并了 那有四个县市是成立二级机关 那我们希望花莲在这样子的一个 诊病的过程中 在不久的未来能够提供一个完整专业 专业服务的一个长照机构 给即将高龄化 超高龄化的花莲社会的民众 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未来和方向 承计人杨环表示 成立长照二级单位 要求的卫生局 社会处两个单位 并且在会议当中 业务范围内进行规划 以及分权的务实工作 成立二级单位是以 通盘整合全线的长照服务为目标 以二级单位的高度 破花莲现场长照网络 人力重新部署 资源以及资讯共享资源 加深民众政府对长照政策的认识 在各种层次的需求上 都能够及时的接轨获得服务 接着终于欢迎视频道